为了815大停电 行政院长林全再次道歉 由发言人徐国勇转述 对于因停电造成国人生活上的不便 本能在此要再次表达深深的劝毅 行政院前一天才说 要组成行政调查小组 调查中油和台电疏失 不过17号长峰基金会 举办能源记者会 能源专家指出 蔡政府是用政治决定专业 因为再生能源不能只用政治想象 他现在找了工程会的 无政委员来做这件事情 就表示说他要把这件事情 限缩在技术跟SOP的问题 我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台湾要重视这件事情 应该要让国发会 从国家发展的角度 整个来检视我们国家的能源政策 我们预估当储能商业化 跟深层地热水平转碳技术成功 203年之后 台湾有可能借由这个技术 来取代部分的基载 才有机会取代核能 所以我们认为要无缝接轨的时间 应该是在2035年到2055年中间 不会晚于2055年 曾任经济部部长的杜子君直批 为配合政府能源政策 台电提高天然气发电比率 连备源发电也拿来用 不仅大幅提高成本 导致台电上半年度亏损70亿 台湾的天然气储备量 也只有13天 如果有突发状况 随时可能断电 我们所有的民众应该要慎重的来考量 我们是不是要重启核能 我主张我们应该举办一个核能的公投 让全民一起来决定 我们是不是在绿色能源 再生能源没有跟上进度之前 我们以核氧绿 然后用核能来稳定我们的能源 反核电我还是反核电 但是在反核电的这种前提之下 台湾的绿能要怎么发展 要想想看 不过还有点大家也要想想看 绿能是比较贵的 停电又扯出核电该不该费 两人意见相反 不过能源政策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国安问题有没有全盘规划 政府势必得说清楚 这样明白